大家好,我是Stan 因私生活争议退出NCT的Lucas 4月将以Solo回归 今天很多航空媒体报道了 Lucas计划在4月以Solo出道的消息 并表示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新专辑中 2021年Lucas因私生活争议而暂停活动 并在2023年正式退出NCT 但他并没有离开SN娱乐 然后就在前一阵子 他开设了官方SNS账号 并透过YouTube直接提起争议 并再次道歉 也向NCT成员们表达了歉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流失吧 省下那些钱给其他歌手们投资吧 为什么公司放的新闻一直要提到NCT呢 一开始无视韩国粉丝们的舆论 等中国粉丝们的反应变得很不好 才决定让他退出的不是吗 结果现在又要在韩国活动 这样出个人专辑的话 不是比其他没有个人专辑的NCT成员 对他更好吗 真搞不懂SN 不应该先给别的成员们发搜了专辑吗 真是奇怪的公司 竟然放走了Tamin留下了Lucas 下一日Tamin与SN的合约3月底结束 已经确定会离开SN娱乐了 所以对于Lucas的solo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韩国网友上传的 因为没有比想象中更红 而感到很遗憾的女爱豆 这位网友觉得最遗憾的女爱豆是 Kwis紫瑜 网友表示 紫瑜身材好腿长腿线也很美 所以一开始的团体广告 紫瑜几乎都是C位 可惜在苏纪之后 JVP对个人广告施加了限制 紫瑜本来就是很安静的性格 总感觉比起外貌没有更红 真的很遗憾 希望不要有人误会 紫瑜真的有非常红 但这位网友想说的是 没有更更更红 所以觉得很遗憾 紫瑜没有更红 是因为JVP从Twice开始 就过度限制所有成员的个人活动 现在已经7年了才开始进行个人活动 但有什么用 新人症迅速崛起 如果哪言紫瑜刹那早点被允许进行个人活动的话 他们真的可能会创造传奇 连不太了解爱豆的我妈妈都知道紫瑜 这程度的话不算是非常红的吗 其实只有门面是韩国人的时候 才能完全展现优势 人们比想象中更无意识的在乎国籍 如果门面是外国成员 他们在K-POP世界中的关注度会比韩国人少 作为门面的好处是可以拍摄许多广告 担任音乐节目的MC并有机会从事演技活动 当然如果广告的目的是利用该艺人的知名度来销售产品 而外国成员的关注度较低 那么被拼用的可能性就降低 由于韩文不流利 他们难以担任音乐节目MC或从事演技活动的 总之就是 他们是外国成员的原因 对于韩国网友们提出的子鱼没有更红的原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神奇的Mr.Suji M-Countdown Musicbank 音乐中心 虽然耳环项链非常华丽 但很多人因为专注于看脸 甚至没有察觉到耳环和项链的存在 M-Countdown You're my sunshine 好的 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